那麼看起來台灣軍力蠻強的 不怕 都不怕 全球火力評比 2023年 Military Strength Ranking 就是到底火力的評比 台灣到底列多少 台灣在23名 全世界 那比德國還強 但我們也覺得德國應該 這個工業很強 我們比德國還強 不過俄羅斯第二 好像覺得有點鬧魁 俄羅斯最近打烏克蘭 烏克蘭15也不弱 俄羅斯說是第二 中國第三 印度第四 英國第五 南韓第六 巴基斯坦都有第七 所以印度跟巴基斯坦 其實這兩個常常吵來吵去 都滿強的 越南還有19名 所以台灣是23 我們管泰國跟管德國 那以色列有18 烏克蘭15 烏克蘭15名 印尼都13 所以它這個排名 我也覺得怪怪的 不過排名23 但是台灣的空軍很厲害 空軍實力排在第八名 台灣在這裡 因為我們有285架戰鬥機 所以空軍滿厲害的 美國第一 1924架 中國第二 1199架 俄羅斯有773架 印度有577 北韓有458架 南韓有402 所以兩個差不多 那台灣 285架 所以我們空軍實力排名不錯 這點我還是有點怪 我就要再三查證 說後備軍人 我們排在全世界第二 越南第一 越南的後備軍人 可以增250萬名 台灣可以增150萬名 我說奇怪 那中國呢 說中國後備軍人只有51萬 中國14億人 他只有51萬 美國也只有44萬 我覺得有點怪 但是好吧 他排就排出這樣 我們的後備軍人 全世界第二難怪美國每次眼紅 一直說你們後備軍人 好好訓練 因為中國沒有服兵役的問題 然後海軍 中國說是第一 超越美國 有730架戰艦 俄羅斯第二 北韓519 北韓哪有那麼多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美國424 我覺得北韓這個 我打個大問號 另外就是國軍現在在搞教招 說還有這種65K1步槍 所以都應該進博物館了 在新北 新北的後備旅 教招 居然還有65K1 所以有人講說 怎麼回事 後備軍人既然 你有150萬 給好一點武器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問北京的意图 那當然 他很希望 當然有一個 比較 其他的一個政權 北京會不會傾向有合作過的 柯文哲 顧立中指出 不用懷疑 北京就是想操作我選舉 好有個傀儡人選 只是除了政治 軍事威脅更是不斷 不過有個 2023年全球軍事實力排行榜 拼比145個國家 第一名美國 第二名俄羅斯 第三名中國 世界霸權排名前三 不意外台灣則排第23名 僅次於是奧地阿拉伯之後 更點名我空軍全球排名第8 陸軍第22 海軍第27名 不過網站也點出 兩岸軍事實力差距 中共海陸空軍都是全球排名前4名 但專家指出排名 梅娜戰術戰法和外援 例如俄羅斯 海陸空軍都幾乎坐二望一 烏克蘭只有陸軍排名第13 其餘都是30名以外 俄乌戰陣至今還在打 只是讓專家覺得 有些不可思議的是 這份排行榜指台灣 有150萬名後備軍人 排名全球第2 僅次於越南的250萬 國防部自己計畫裡面 認為他們用得到的 只有退伍8年內的這批人 70萬人左右 國防部能不能及時 在中共開火之前 就把這些部隊完成編主 要讓後備有擊戰力為上冊 只是青夜日報日前刊登 後備交召員訓練照片 被發現使用T6 5K萬步槍 引發質疑當初問題多 僅生產2萬多把 國軍現行多使用 踢國藥步槍 怎麼會讓後備用老舊藏織 國人真的很關心 畢竟中共威脅不間斷提升 國軍戰力可不能馬虎 來 廖委 政委 我在想說看到這樣的一個 全球活力的排名 坦白說我也覺得很興奮 覺得台灣其實非常強大 軍力非常的厲害 可是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我還是免不了 要把這個軍力的狀態 跟目前烏二戰爭的狀態 因為坦白說 烏克蘭的整個全球的排名 比台灣還好 前面在第15名 台灣在第23 大陸在這邊的時候 我看起來其實有兩個數字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的 就是說整個全部的軍力排名 這不用我們先不去討論它 講空軍這邊的狀態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 大陸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們這軍力很大部分 就是要跟大陸這邊做一個 威嚇性的一個抵抗 大陸他們現在其實有五個戰區 就是東部戰區 中部戰區 北部戰區 西部戰區 跟南部戰區 跟台灣最有關的就是東部戰區 那這東部戰區當中的時候 我稍微找了一下 就是他們的一個軍力 在東部戰區的一個情況 在空軍的部分 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它在空軍的部分 有三個殲-16旅的部分 有132架的一個飛機 有一個殲-10C的旅 它有44架的飛機 有兩個殲-20的旅 它有48架的飛機 總共這些非常有戰鬥力的一個 先進戰機 大概就有224架 再加上100多架的殲-11B跟飛豹 再加上三個轟炸機隊 所以在整個東部戰區這邊的時候 大陸在這個區大概就有400多架 而且都是非常先進的戰機 這邊還不包括殲-6跟殲-7 他們把它改成無人機的部分 大概總共有3000多台 台灣到底有多少台 剛剛我們這邊有講到一個數字 就是說 我們這邊因為有285架戰鬥機 再加上91架攻擊直升機 所以我們排名在全球第8 可是我後來稍微找了一下 我們這些戰機裡面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F-16 目前的主力 然後裡面有更多 其實是IDF還有幻象 IDF跟幻象 大概加起來就將近有180台 他們這部分被認為現在是 不太具有戰鬥的 執行能力的一個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寄望的 其實是F-16V 就現在台灣訂購66台的部分 可是本來是今年的時候 年初本來要有兩架到 現在也延到明年去 才會開始交集 所以說台灣的空軍戰力 是不是有這麼強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另外一部分就是 台灣的後備軍人的人數 大概有多少 它這邊統計數字說150萬 然後越南250萬 我在出發前的時候 我大概特別問了一個 我們後備指揮部的時候 他是說台灣的後備軍人 體大概也算有200萬 聽起來就是也很具戰鬥力 也很厲害 可是我就在想說 剛剛趙哥可以提高 大陸人口這麼多 為什麼他們沒有後備 人口 事實上因為大陸他們 其實是用自願役的方式在走 可是他們在今年開始 有一個預備役人員法 開始推動 今年開始推動這部分 所以他們預計在2027年 大概就大概三四年之後 他們預計 他們的預備役規模 會達到730萬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狀態 我提這個部分是為什麼 就是說 因為當我們提到 這個幾個指標 包括空軍的部分 我們全球第八 或者是在後備役當中 我們全球不管第一或者是第二 感覺都很厲害 可是到時候 我們到底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戰力 要怎麼去跟大陸這邊去做對抗 還是說我們是要有更好的一個方式 去解決兩岸可能產生衝突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因為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數字的時候 感覺有點熱血沸騰 可是我覺得 怎麼樣去避免兩岸發生衝突 才是我們當要大陸之極 對 我想鄭委員說我們熱血沸騰 我都一則一襲 一則一憂 好像排名前面表示我們軍力強盛 然後國人都對國防很有自信 但是還是要看 還是在美俄州 這三個大國的排名裡面來看 美國當然還是世界最強 不管是在預算方面 或是說它的相關的武器設備等等 大概都是名列前茅 但是中國的這個特別是國防預算 在台灣我們剛剛講 比起台灣大概超過10倍以上 所以過去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 兩岸的軍事相關的預算也好 實力也好 以及相關的這樣的一個 戰略的準備來講 都是差別很大 所以我覺得用全球火力來比說 台灣23名 我也覺得這個數字上來講 應該不是要用來說 我們可以有足夠的資料 來對抗剛剛講的這個 不管是中國 或者是其他先進國家裡面 這樣的一個進程 我覺得大家比較在意的 還是後備軍力的問題 所以說不管是200多萬 150萬 還是70幾萬 終究這一陣子 就是在處理後備教招的事情 教招的狀況 包括剛剛說用的這個兵器是65K 我還沒聽過這個老式的兵器 所以怎麼會是用這樣的一個形式 在做教招訓練 我覺得這才是要檢討的地方 來 中文 剛好因為大陸也沒有服過藝 對 沒有服過藝 我們當時服藝的時候 還不是拿國造654步槍 我們是拿國造574步槍 國造654步槍 它基本上是來自於美國的M16 M16是在美國越戰的時候 研發出來的 到現在它1967年到現在 我們654步槍大概是1976年 比它晚了9年 到現在我們看到 當年M16在對AK-47得制 蘇聯制的步槍 其實到現在M16步槍在很多國家 超過30國家還在使用 我覺得重點倒不是在於說 我們教招的時候 我們的教招員是用什麼樣的步槍 因為步槍這個兵器 它其實演化很長 它的可使用期很長 重點在於說 有沒有足夠的實戰訓練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教招 它要求是什麼 要求是就地 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觀念 就是正規部隊是在迎擊 但是我們未來的城鎮守備戰 要讓這些教招員 本身在自己的家鄉 我在屏東 我就在 我去掃潮州 潮州地形地我掃 我就能夠對於 進犯來來的敵軍的威語 給它反擊 未來的戰爭 不是只有靠先進武器 當然這個全球火力 剛剛主持人也講了 很多跟我們的理解 好像有點落差 怎麼會這個排名 怎麼德國還輸我們 這點我們是有點難以想像 不論如何 這畢竟就是一個網路的 網站的一個評比 重點是說 就像李啟民在台灣的勝算當中一樣 台灣不再是迷信 除了空軍 海軍 這樣的一個大型載具之外 我們要發展多樣的 靈活的 小型的 不容易被摧毀的 那麼來作為我們未來 在保衛台灣當中的 最重要的武器 當然其實什麼人都會跟人講 打勝仗的軍隊 不是靠武器 是靠軍人 所以重要的還是在 我們的軍隊 我們的素質 我們的指揮官 我們的這些 所有的EUE或志願EU 包括後備軍人 未來能夠在國家 遇到需要的時候 我們能夠發揮什麼樣的戰力 我覺得這還是重點 好吧 季辛吉剛過100歲 很厲害 100歲 腦筋還這麼清楚 對 腦筋還很清楚 又不運動 又愛吃一些很不健康的食物 就活這麼長 天父麗 他說中美的競爭讓世界失去 兩個大國 他說台灣問題其實是無解的 一個無解問題形容台灣 他說除了交給時間以外 別無他吧 也許時間慢慢可以解決 但是你說 要中美兩國不競爭很困難 同時他認為 大陸並不想稱霸世界 中國是在尋求安全 尋求他們自己的安全 但是並不想稱霸世界 倒是他認為日本 將會發展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 因為美國是抑制日本 叫他不可以的 但是現在美國也沒錢 日本你去搞吧 你去搞吧 你來平衡中國 所以有點想要放手讓日本做 兩岸的學者 廈門大學的劉國生 他說台海恐怕會爆發衝突 這個議題吵過頭了 被誇大了 這是夏大的教授 另外大陸的全國政協常委 賈信國說大陸可以等 所以2027台海開戰可能性不大 大家認為說要打了要打了 因為最近一直在炒 台海危險 危險 危險 很多外資也撤走了 巴菲特也不來投資了 所以他有講說 你老實際上炒有什麼意義 把台灣搞垮 對面有什麼好處 今天要炸台積電 明天要把資撤走 所以看起來老共也覺得說 搞得下去好像也不好 但是老共自己應該做起來 你這些學者等等 你應該勸勸老共 飛機戰艦少來 因為經常來 就搞得好像一副兵兇罩 如果真要台海維持一個 和平的一個樣子 彼此之間都應該稍微抑制一下 就算了 我會不會理解 因為我會不會理解 我會不會理解 這個位置 我會不會理解 不論是